大家好,我是江泽民 本期节目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我所思考的一个话题 就是中共垮台以后 中国会不会获得这个会不会实现这个自由民主 不是我想泼大家的冷水 而是我实事求是的 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分析 而且种种迹象也在反映这一点 就是中共垮台以后 中国人离这个自由民主是进了一步 但是不可能实现这个自由民主 不可能一步都实现自由民主 很有可能会出现像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的那种进程 就是在短期内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比俄罗斯还要短暂 甚至不出现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是非常短暂的自由民主的尝试 就是俄罗斯的业力侵蚀时期那种 那种状况 但是很快 就会因为 持续的 这个动乱 还有各种的问题 比如说边疆地区的分裂危机 还有社会危机 经济危机 都在这个软弱无力的 宪政民主 体制下得不到解决 而很快的 发生了善变 就是叶利钦时期 变成了普京时代 以中国现有的条件来看 中国的叶利钦时期 只会比俄罗斯更加短暂 甚至不出现都有可能 但毕竟是离这个自由民主 近了一步 因为中国共产党 是自由民主的最大障碍 因为中国共产党 就像以前的这个满清朝廷一样 它这个政权是 一个完全是一个非法的政权 它是靠一种 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想 作为意识形态支撑的政权 也就是说 它实行这个高度专制 这种极权统治 它的理由是要实现 共产主义天堂 结果实现不了 而且证明 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是荒谬的 结果 这么一来的话 它怎么继续统治 它现在就是 伪装成 民族主义者的 这个主义点进行统治 但实际上 它的民族主义都是 伪民族主义 它的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 说穿了就是爱共产党主义 在香港问题上 它说得很清楚 就香港中联办 主任说得很清楚 就我们所说的爱国 它说我们所说的爱国 是指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再清楚而不过了 他们的爱国主义就是爱共产党主义 准确的说就是爱中国共产党主义 因此 中国 它这种 这种现状 这种现状 这个中国共产党政权 它这种性质 它是不可能 改良成 现状民主政权的 不可能 因为 这个模子 还有这个地基 都是错的 你怎么能够建成一幢 先进的安全的大厦 不可能 唯一的办法就是 把这个威楼 给炸掉 重来 另起炉灶 因为它的这个 地基都是歪的 都是危险的 都是错了 它这个楼的地基都大错了 你继续建上去只是 这种的结果就是 崩溃的更加惨烈 满清 也是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 政权 它都是 完全是一个非法政权 是这个野蛮的 而且是中华之外的 这个化外 北方 游牧渔猎的 这种野蛮民族 侵入中国 窃聚中国 的政权 它是 实行的是 一族专制 一旦立宪 它那个满洲族 它就丧失了特权 满人整个民族 它是由这个 汉人 纳税人 供奉的 它 它是不用生产 劳作的 一旦立宪 它就变了 丧失这个特权 那么不要说满洲贵族们 不干 一般的满人 它也不干 这个与中共 是非常相似 我 特别向大家 指出的一点 就是 现在 中国社会 已经跟八十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多人 以这个 八九民运 八六学潮 为依据说 中国以后 共产党垮台以后 中国会 一步到位的建成 自由民主 我想 他们 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 就是 用三十多年前的 中国社会 来 申办 印套 现在的中国现实 完全是 时过境迁了 因为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 共产党 政治改革的 这个大门 还没有被堵死 那个中国社会的 这个渔民洗脑 还有他的这种 政治环境 他是 他的 开明程度 是现在没办法比的 那个时候 中国的政治警察很少 而且手段 也比较滞后 监控非常薄弱 那个 八十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社会 各种 杀龙 讲座 这种民间的 杀龙 讲座 社团 他是雨后春省 六四之前 很少受到 中共的 这个打压 和监控 而且 作为 中国最大的力量 这个中共 宣传系统 当时是有 这个政治改革派 以赵紫阳 胡耀邦为代表的 政治改革派 主导 他们 在中央电视台 还有在 报纸杂志 他们主导的 这种舆论 宣传文教 这种方向 他就是一种 向着自由民族的方向 在这种环境里 这个中国社会 就形成了一个 自由民主的共识 可以说 八九年 六四 如果中国要和平实现民主 八九年 六四 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可惜这个机会 被邓小平 陈云给扼杀了 那么经过 之后经过三十多年的 这个集权的重新加强 还有这个 愚民洗脑 言论潜质 信息封锁的重新加强 他已经完全改变了 当年 中国的社会基础 就是八十年代 能够支撑 大规模民主运动的 社会基础 已经被消灭了 我们大家可以 很明显 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八零后 九零后 大学生 他们不可能像八十年代 大学生 整体来说 他们不可能像八十年代 大学生那样 为了这个 自由民主的理想 而有所付出 整体的都变得非常现实 非常识快 但相反 在中共 的 刻意的 灌输和鼓动之下 这个 以爱共产党 为实质性 内涵的 这个 伪民主主义 倒是空前的高涨 这 成了是今天的现实 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 就进一步告证 现在已经到了 当代 义和团 遍地开花的程度 与 慈禧太后 纵容义和团 时期的晚清 社会 非常相似 那么这种社会条件 是不可能 在中共垮台之后 能够建成这个 自由民主的 作为我们 这个 民运人士 我们当然是希望 中共垮台以后 中国能够一步到位的实现 渴望已久的 自由民主 但是 这只是愿望而不是现实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 不好的结果 中国 又得 经历一个普京式的 这种 后共产党的 这种 专制的时代 这当然是一种 不好的结果 但是 他有好的一方面 好的方面在哪里呢 就是他比这个 他不可能 再像 共产党 那样 那样虚伪和不负责任 那么新的政权 他必然 要 以这个民族主义 作为 意识形态的支撑 他不可能 像共产党 像中国共产党 那么虚伪 完全 作假 搞伪民族主义 用这个 爱党主义 来包裹民族主义 他不可能 那样做 他必然要有 新的卖点 他必然 每一个新的政权 除非像满清那种政权 完全是靠武力弹压 还有笼络收买 每一个 非极权的那种政权 他必然要有新的卖点 他要改善 他要笼络民心 他要振作士气 他必然会比这个共产党政权要 在很多方面要好很多 而且 这个 中国现在 由于这个计划生育30多年 边疆的汉族人口空壳化 老龄化 汉族的那个 在边疆的社会 的基础已经 非常的薄弱 这就对这个 维吾尔 还有藏族 还有 内蒙古的蒙古族 在中共垮台以后 他们 追求这个 边疆少数民族分裂 分离 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以说 如果没有一个 比较铁碗的 一个民族主义的力量 来捍卫 中国边疆的领土 以及中国边疆的 主体民族汉族 那么结果是惨不忍睹的 辛亥革命之后 新疆和西藏都发生了 对汉人的大屠杀 中共垮台以后 恐怕 不会例外 而且 可能 仇杀的规模会更加惨烈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 普京市的 这种政权 以铁碗的 手段来保护 中国的边疆和 边疆的主体民族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也是一个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 如果能够一步到位的实现 自由民族 那当然好 但是没有条件 不仅 中国本土没有条件 中国边疆地区 一旦实施这种 比较宽松的自由民族 那么 等于为这个少数民族 屠杀和分裂 提供了 绝佳的条件 这个 当年新疆 当年盛世财在新疆 盛世财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卑劣的人 而且没有人格 就是反复无常 悲心欺义 没有底线的这种人 他是个满族人 当然不是因为 他是满族人 我才这么对他定性 就是 他是三番五次的 想要投靠这个 苏联 而且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结果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为了当时的政治利益 不方便让他加入 他是靠苏联扶持 在新疆独霸一方 但他也歪打正着做了一件好事 什么好事呢 就是他趁德国 闪电在1941年 闪电在 大举进攻苏联的机会 苏联无暇东顾的机会 突然 跟斯大林翻了脸 为什么他同样要跟斯大林翻脸 因为他错误的判断 他错误的判断 苏联快灭亡了 他要改投 清主 要改投 蒋介石 当然蒋介石也抓住 他这个机会 都把新疆 拿到手里 当时因为 他在投靠 他在反斯大林之前 他新疆 已经被苏联 深深的渗透和控制了 苏联 在新疆 在那个矿山驻军 而且 苏联的这种 外交 间谍 以及中国代理人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势力 深深的渗入了北疆 那么孙世财 他就靠 他有个绝活 就是 就是组织特务机构 他有特务的天才 他在这个 当时新疆公安的系统 他也叫公安 他在那个公安系统之外 另外搞了一套 叫做都办 都办征集队 的秘密组织 也就是特务组织 密布于这个新疆的党政军 国民党党政军 这个特务系统 在清洗共产党 在他背叛斯大林 清洗共产党 他发动政变 还有防止这个少数民族 分裂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 这是 这是作为一个 边疆的地方大员 甚至才能可取之处 否则的话 他怎么斗得过共产党 斗得过苏联 他早就死不葬身之地了 因为他善于组织 和运用特务系统 刚好成为了 这个共产党的克星 斯大林被他杀了 一个措手不及 当然他 最终还是灰热热的 因为被 他虽然 虽然挫败了斯大林 但是还是没有人逃过蒋介石 他的军队被收编了 他的地盘被接管了 他成了光杆势力 那我讲这个意思就是 今后中国的这个 今后中共垮台之后 中国 尤其是这个边疆地区 还非得需要一位 还非得需要 这样 这种特务铁软统治 否则的话 中国会更惨 我这个话肯定是 有为政治正确 但是 是不是事实 大家 平心而愣地进行观察 今后 中共垮台以后 经中国面临的三大势力的 挖心 挖肝 挖肺 的挑战 巨大的威胁 一是 中国共产党的复辟势力 二是少数民族的 对汉人的屠杀和分裂 三是 包括俄罗斯 日本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内 外国 对中国的 自己 这三大块势力 因为这个俄罗斯 日本 是赤裸裸的 而且一直以来是对华的这个 传统国策 就是把中国分成七大块 直接中国 美国是 隐藏在暗处的 内心是希望中国少数民族 都分离 把中国分成几块 那么面临着三大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而且又 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的情况下 中国 如果没有 像盛世财这种人 如果没有普京 我说的盛世财是指他的手段 而不是指他的 卑鄙无耻 投靠这个外国势力 就是他 维持住这个边疆地区的这种手段 如果没有 民族主义 这种 民族主义铁腕的 特务统治的话 中国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过了这一关 然后 转型 是必然的 必然的民族主义政权转型为这个 宪政民主的政权 可能 是比共产党政权 是共产党政权 没办法比的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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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